延续上周的新竹市街坊 今天 哈哈台街坊要带各位深入了解 新竹地区的第一志愿 校风自由 校史近百年的新竹高中与新竹女中 是不少在地人的第一志愿 但在维基百科的介绍中 却出现讽刺着传统儿子 网路讨论其原因 不外乎是距离4.14公里外 位在新竹科学园区内的 国立科学工业园区实验高级中学 有别于普通高中 实验高中创校宗旨 是方便园区的员工小孩就读 故每年仅1分之1名额 是透过成绩外招 大幅提升了入学分数 门槛高过新竹高中 成为了新竹第一志愿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 两派人马始终争论不休的 新竹第一学佛 是传统竹中 竹女 还是新兴新竹实验高中 首先 来听听竹中弟弟的看法 我觉得是新竹的第一志愿 当然是啊 是 没有很肯定 不然勒 第一是谁 实验中学才是 刚刚才几个人哪是学校 不是学校 对啊 就一 这样子就这样 他们玩社团都没有东西可以玩 是哦 就自己在那边互自拍 不用争啊 他们怎么要争 不用争 就是第一名啦 你说你们就是第一名 对啊 自信心爆棚 新竹高中是 新竹第一志愿吗 还是是实验中学 哇这个问题 因为老师会讲说 你们不是应该是第一志愿吗 可是我们同学自己可能会亏说 我们应该是第二 这个时候有些人觉得就是实验 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有些人是觉得说 我们是 就是次居第二 对了 这就是自知之明 教大电子物理F4的黑衣男 曾经是竹中的毕业生 他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新竹高中 你们觉得自己是新竹的第一志愿吗 呃不是 第一志愿是什么学校 我第一志愿 第一志愿 男生的第一志愿那是想上竹女了 没有啊 没有啊 你讲什么 实验啊 实验啊 嗶嗶嗶嗶 警察快来哦 疯的孩子 双人组弟弟 曾经是实验体制下的同学 呃我小学的时候是在实验嘛 然后他 算是一个精致的 一个 组成 就是 他一个年纪只有六个班 然后可是 他有五个部 幼稚园 国中 国小 高中 还有双语部 你可能会想说 嗯 我一定要直升 然后直升国中 然后再直升高中 然后就有那个光环在 自己就会被渲染成一种 哦 本来是实验的感觉 就算你是小学生 身上国中却没有中签的他 要诉说失去光环的无奈 实验国中还有另外一个 入学模式就是 如果你爸爸妈妈是 就是园区工作的人 然后有一定阶级的人 然后公司会派 你要住哪里 然后 你就可以用那个资格 直接入学 我有一些同学就是那样子进去 所以 也是有一部分的人 他们是上到国中 然后就想说 就是国校的同学都上去 然后我们有跟着一起 然后就觉得有点 失落 这就是人生啊 我们在全台湾 收入最高的新竹市观星里 遇到这两位 ABC口音的实验中学毕业生 因为实验中学跟新竹高中 就是新竹 有吗 还好吧 还是只是因为我们收一步 我们自己的世界 所以在高中里面 双语副跟普通班 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对 那普通班呢 还是会交朋友啦 对 对 对 外面的人 如果觉得 实验中学的学生都很棒 我们都会觉得 他们是在讲中文部的 就是 呃 reputation 不是reputation 就是reputation 是他们 bill的 对 所以他们比较乖 所以你们比较坏咯 你是比较笨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学的系统不一样 就是他们就是考学测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是用学系统 可是如果我们要去考 学测 对 如果我们去考的话 我们肯定就没办法对吗 所以看中 就是台湾的standard的话 就是我们就比较笨 哈哈哈哈 原来还有这种差异啊 所以你们之后都是要出国读书 对对对 都是美国读书 我是 我是在美国长大 然后呢 现在在 荷兰读书 为什么会选择去俄兰啊 因为我没有美国国籍 他有美国国籍 而毕业于实验中学的两人 目前都已经出国深造 令我们好奇双语部同学们的经济实力 读双语部的人都家里比较有钱 是真的吗 美国学校的人应该比较有钱 像台北美国学校或者是 也要一直在台北学校 因为我们是 国立的吧 然后就 所以 就台北美国学校的 他们 我觉得他们的老师也 他们的配也比较高 然后我们有时候 老师会被挖走 哈哈 哈哈哈哈 呀 让我们回到 失去实验光环的弟弟身上 因为 国中升高中嘛 然后 就是 还是有上考会考 一定成绩的人才能升上高中 对 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就 没有 可是他爸爸妈妈很有钱 所以这个时候会怎么做呢 他爸爸妈妈会把他们 送去 美国学校 然后他们又有感觉 又更高階的一层人 就会想说 Oh my God 我现在在传统的国立学校 于是 在这场比拼当中 真正胜利的是 美国学校 最后 我们来听听就读实验高中科学班弟弟的看法 因为我们有听说 就是因为要进入实验高中 不只成绩要好 你好像家世背景也要好 你必须 家世背景 是工程师或是青椒的教授才可以上 那个是 就是如果你爸妈是园区的话 比较容易进入他们的国中部 可以进去的应该都蛮厉害的 不一定要靠家世背景 如果有实力的话就可以进来 我就这样觉得 你就是成绩 就直接 你没有考虑新竹高中 你就决定你要直接来念实验高中 我是考上科学班 所以我才进来实验 学霸是无视阶级的 那你自己觉得新竹高中 跟你们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们有女生 哈哈哈哈 结论 有女生就是在 哈哈 Thai Original